大家好,我是小丽同学 随着近些年NAS在普通家庭用户间越来越流行 边缘计算服务商也有后春笋般越来越多 边缘计算服务通俗来讲 就是在我们的设备上安装服务商的软件之后 软件会调用设备的闲置CPU计算资源 硬盘闲置空间 网络带宽资源 来为服务商的客户提供CDN加速服务 然后服务商会给我们发放佣金 在这些边缘计算服务商之中 最为我们普通家庭NAS用户所熟知的 就是网信云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安装体验一下 最为津津乐道的网信云 视频最后也会展示我的收益情况 供大家参考 这是网信云的官网 部署的软件有很多 适配不同的系统平台以及硬件 有为闲置手机提供的安卓APP 为玩客云集树莓派等多种盒子提供的刷机包 为NAS提供的NAS版迅雷的插件 以及Docker版软件 为闲置电脑提供的PC客户端 还有为各个系统提供的各种虚拟机镜像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安装体验一下NAS小新 容器模方 还有X86的镜像 NAS版迅雷已经集成在集空间 绿莲、华为、微联通、铁维码等NAS设备上 直接使用即可 具体集成的设备可在迅雷官网这里查看 群晖的套件中心暂时没有上架 可以在迅雷官网这里下载对应版本系统的SPK套件安装包 这里也有详细的安装教程 那我还是以群晖7.1系统为例演示一下 点击下载DSM7SPK安装包 下载完成后进入群晖的控制界面 在套件中心点击手动安装 选择刚才下载好的安装包 上传 然后选择同意 它会创建一个迅雷下载的文件夹 我们不用管直接点击下一步完成即可 然后刷新页面 在主菜单找到迅雷 点击即可打开 然后扫码绑定手机账号即可 或者直接账号密码登录 登录之后 点击左下角的小插件 默认有网速测试和网信用NAS版两个插件 点击网信用NAS版右边的安装 等待几秒即可安装好 安装好之后点击启动 启动好之后点击打开 如果是初次安装的话 就会进入首页 如果之前安装过游戏载的话 会进入现在这个界面 点击右侧的首页 即可进入首页的页面 这个页面内可以选择运营商 然后进行测速来预估收益 点击左上角的拒赚钱 或者是最下面的拒赚钱 可以跳转到开始赚钱的界面 初次安装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会弹出设置窗口 如果是安装过 然后又卸载再进入这个界面 就不会弹出这个窗口 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侧的设置 来重新进入这个窗口 进行设置 这里的共享设置 可以设置缓存文件 Dock内的路径 以及给网信用NAS版 共享的主机硬盘容量 不过目前貌似只有100G 50G和20G三个选项 还有宽带资源的共享策略 赚钱优先是软件 会最大限度利用网络资源 收益最高 但在黄金时段下 该网络下的其他设备 有可能出现 加载慢卡顿的问题 上网优先则是相反 会优先照顾该网络下 其他设备的上网体验 智能调控则是根据 网络的使用情况来自动调整 我这边为了上网体验 就设置为智能调控 然后确定 点击开始赚钱 就完成设置了 之后设备启动 有5到7天的缓存部署期 然后就会有收益了 设备的收益 可以在手机APP查看 在手机应用商链 搜索网新云安装APP 或者点击这个页面 左上角的绑定设备 然后扫码下载 打开APP 同意并继续 在APP上注册并登录账号 登录完成之后 回到首页 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 扫描这个页面 左上角绑定设备里面的 第三个二维码 即可绑定设备 输入设备备注 更加设备即可 也可在右上角加号里面 选择添加设备 然后输入页面里 显示的这个设备号 或者绑定设备里面 这里显示的设备号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手动输入绑定即可 绑定之后 就可以在APP里面 看到设备的基本信息 包括收益 网络信息 设备的CPU磁盘 内存等信息 然后做等APP的收益更新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在官方支持的设备上 安装才会有收益 如果是自己组的NAS 通过Dock安装 是没有收益的 点击查看 可以看到 对设备组织数据的 诊断信息 根据设备网络 及硬盘的诊断提示 我们可以进行 针对性的优化 来提高收益 容器模方的安装 相对来说 也比较简单 只需要一个 存储缓存数据的路径 和临时文件的设置即可 这个是网约云 官方的镜像 复制镜像拉取的名称 这边有它的 这个安装说明 在安锐的界面左下角 点击添加容器 跳转到容器安装界面 填写容器名称 镜像库地址 粘贴刚才复制的镜像地址 额外参数这一栏 设置临时文件的路径 到镜像库的界面 把这个临时文件路径的设置 复制一下 在容器安装界面 这边粘贴 网络方面呢 Mac VLAN的IPv6变动 就会失联 条件呢 没有host的性能好 IPv6存在net和失联的问题 并且官方说明是不支持 官方建议呢 也是host 那我们就选择host 然后打开特权模式 最后添加一个路径映射 容器内的路径是storage 主机路径最好选择一个 位于固态硬盘的文件夹 对提高收益有帮助 那我这边就随便选择一个固态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用于存储 运行过程中的缓存文件 如果后续需要迁移容器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路径的这个文件转移过去 就不需要再次绑定了 然后名字呢 随便起一个 添加 然后其余的信息呢 根据自己的需要填写就可以了 WebUI的端口呢 默认是18888 好 然后就是这样 我们点击应用 创建成功之后呢 我们去访问18888 好 这就是现在这个容器模方 默认安装好之后的这个界面 然后呢 就和之前的NAS小星是一样的 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来绑定 或者呢 是用下面这个激活码来添加设备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然后保持这个容器一直运行就可以了 除了容器的安装方式外 还可以使用X86镜像作为虚拟机或系统来安装 官方提供了这五个X86镜像 分别用于Win10 Linux的KVM 裸机的一个镜像包 还有VMWire的虚拟机镜像文件 以及全灰的镜像 使用NV的虚拟机理论上都是能安装成功的 可能需要转换一下这个文件格式 那这边就以KVM的这个TAR.GZ 还有裸机的RSO镜像包来进行安装演示 那既然是要安装虚拟机 首先是要把这个镜像下载到我们的NAS上面 那我们可以点击下载 鼠标放在对应的立即下载按钮上 就可以在左下角看到实际的下载地址 此时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要用容卵器或者本地下载器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再上传到NAS 但是这样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直接在立即下载按钮上点击右键 然后复制链接 然后到安裕的命令行 使用WGET命令空格 然后后面把这个网址给粘贴上去 然后回车 它就会开始下载了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Core命令 这样下载的话 这个文件就直接下载到NAS上面了 不用再多一步传输的过程了 现在这个下载速度和在网页里面下载的速度是一样的 也可以使用NAS上的Docker版迅雷进行下载 这样下载的话也是下载到NAS本地的 并且使用迅雷下载速度可能会快一些 我们看一下 在迅雷界面的点击新建任务 然后复制链接 然后确定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 刚才的下载速度是2兆 那个是官方的速度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迅雷这个速度要快一些 已经17兆了 那实测使用Docker版迅雷是最方便的 下载速度也是最快的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看Docker版迅雷的那期安装的视频 好看来这个速度基本上是稳定在30兆了 35兆了那我们先暂停下载的这个镜像呢最好是放在ISOS共享文件夹进行统一管理 好我这边这个ta.dz这个文件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下载好之后呢需要先对它进行一个解压 那我们呢进入这个命令行 然后呢切换到这个ISOS文件夹 然后呢输入ta.tonger.zxvf进行一个解压 后面呢跟上这个文件的名字 输入1然后type它就会自动补全了 然后回车它就开始解压了 可以看到这个压缩文件里面呢就是一个QCOW2格式的一个文件 好很快就解压好了 然后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这边已经多出来了一个KVM的这个文件夹 这里面是这个QCOW2这个文件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QCOW2镜像这个虚拟机的安装 在安锐的虚拟机界面点击添加虚拟机 选择Linux 名字呢自行填写 我这边填写WX CPU核心数量呢根据自己的选择 我这边选择六个 内存呢也是自行分配的 我这边选择四个G吧 机器呢选择Q35就可以了 BOSS选择CBIOS 这个主要磁盘位置呢选择手动 然后呢找到刚才解压的那个文件 磁盘总线呢这个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我这边就默认的使用这个VirtIO了 这个主要磁盘呢 将当于是已经安装好系统的Windows的C盘 不能存放数据 所以呢还需要再添加一块盘来存储数据 类似Windows的D盘 这个盘的路径 无键夹 大小 类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填写 那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加号 就是添加 然后呢 这个路径呢最好是选择一个固态盘的 那我这边就选择一个固态盘的 然后呢大小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设置 我这边呢就给它设置一个300G吧 然后其他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默认就行 我选成SET吧 然后这个D盘添加好之后呢 如果你还是不满足 还可以再次添加其他的 添加E盘F盘等等 我这边添加一个就够了 这个虚拟机创建好之后呢 后期也是可以在这里再添加盘的 所以这个倒是没有必要一次性添加完 后面也是可以改的 其他参数呢没有特殊需求 默认就可以 然后点击创建 它会自动开启这个VNC 好可以看到它正在启动 好现在已经启动好了 它显示激活状态是未激活 网络状态是未连接 那我们回车选择菜单 然后选择5是激活设备 回车我们先给它配置一下网络 选择2配置网卡 然后输入需要配置的网卡编号 这边就是1然后回车 选择是否启用该网卡 选择1启用 选择IP获取方式 这个根据需要自己选择 选择1动态获取的话 就是通过路由器来分配的 选择2静态的话 就是手动设置一个 那我这边选择2 手动设置一个 这个手动设置的话 需要设置三个 一个IP地址 一个紫网研码 还有一个网关 那这个有点麻烦 我还是自动获取吧 选择2配置网卡 选择配置的网卡编号 选择是否启用该网卡启用 IP获取方式 根据自己需要 我这边就选择动态 它会自动获取 它默认就是动态 那就回车 然后它显示数据盘数量是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的 应该是我们刚才之前设置的硬盘的 选择1列出所有网卡 这边会显示它的这个IP地址 那我们记录这个IP地址 然后呢 去访问这个IP 端孔是8080 然后就看到这个设备的 这个激活的这个界面了 我们需要输入设备的激活码 和验证码 然后激活设备 那这个激活码呢 我们需要到官方的网站呢 去领取一个 我们到网信云官网 这边产品招募里面 找到X86的专业版 点击立即前往 然后点击领取激活码 然后登录我们网信云的这个账号 登录之后呢 点击领取激活码 然后我们复制激活码 到设备这边呢 把激活码输入 然后输入验证码 点击激活设备 然后就激活成功了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 对我们的这个虚拟机 进行各方面的一个设置 这边是带宽 然后路由 是外网 还有设备的这个重启关机 自盘呢 是否要格式化 还有多拨IP等等这些 给你自己需要修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网信云APP右上角 点击添加 然后点击添加设备 输入我们刚才在官网 领取的这个激活码 然后就可以添加成功了 如果网页的这个激活码呢 太长了 输入不方便 可以到APP里面 点击我的 里面有个激活码 然后里面就是 刚才领取的那个激活码 直接点击就可以复制了 其他几个镜像呢 也是类似的安装方法 只不过其他几个镜像 在安装的时候呢 需要先安装一遍 然后才能使用 这个QCUW2的镜像呢 相当于是已经安装好 系统的一个镜像 它可以直接拿来就能使用 所以我更推荐这个镜像 当然了 如果你是在一个 闲置的电脑上 一个硬件上面安装系统 不是虚拟机的话 还是建议使用RSO镜像来安装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几天之后的收益 我这边用的是安锐的系统 NAS小星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我安装了容器模仿 容器模仿 我这边硬式的文件夹呢 是一个固态的硬盘 然后容器的网络模式呢 用的是主机 我这边网络的上行带宽呢 最高是60M 也就是每秒6.5M的速度 但是实际运行中呢 我这边机器上面的 其他服务都在正常运行 包括PT的下载上传 然后电影追剧的正常观看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网信 是没有跑满这个带宽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收益 这边呢 网信这边显示的是 5到7天 是缓存期 可能5到7天之后才会有收益 但是实际上呢 一般第二天第三天 都会有收益了 只要你的这个运行呢 是持续运行的 没有中断过 它基本第二天第三天 就会开始慢慢有收益了 我这边呢就是第二天有三毛 然后四毛 六毛 一块 然后两块 最终呢是到两块六 到两块六之后呢 还是在一个上涨的这个趋势 但是呢 那天我这个系统需要重启一下 所以呢 后面重启之后就没有再运行了 在带宽只有60招 并且没有跑满的情况下 能拿到这个收益 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好 那关于网信的安装教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如果有闲着的机器 或者有兴趣的 可以安装来体验一下 毕竟机器放呢 也是闲着 NAS开着也是费电 不如安装个网信云 来赚点电费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